我国粮食产量再创历史新高 达到13731亿斤 增产74亿斤 大豆自给率也提升了三个百分点 为经济社会稳定发展提供了基础支撑 今年是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起步之年 农业农村部将坚持把粮食生产 作为三农工作的首要任务 以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为抓手 全力以赴端劳端稳中国饭碗 我们一定要调动一切资源 想尽一切办法 新增千亿斤粮食产能 这件事不是能不能行不行的问题 而是必须要必须干的问题 今年确保粮食面积稳定在17.7亿模以上 力争有增加 确保粮食产量继续保持在1.3万亿斤以上 力争多增产 唐人健表示 三农涉及的行业多领域广群体大 在扩大国内需求构建新发展格局中 可腾挪的空间可挖掘的潜力非常广阔 随着农民收入增长和农村消费年 可以新增2万亿元左右消费需求 未来5-10年高标准农田设施农业等投资需求 仅15万亿元 我们将持续发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畅通工农沉香循环 有利促进国内大循环 一是优化供给扩大消费 二是加强建设牵引投资 三要发展产业不断拓宽 农民征收致富渠道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坚决防止出现规模性反贫 唐任健表示 今年将重点通过培育提升产业 着力稳定就业 推进创业创新 进一步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 内生发展动力 坚决守好守牢 不发生规模性反贫底线 把衔接资金 用于产业发展的比重 提高到60%以上 谋划实施一批整体性 区域性产业项目 加大对脱贫劳动力的就业服务 和技能培训力度 确保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 稳定在3000万人以上 按钮